一觉醒来 女人养殖的鸡死了三只 随后她在周围喷洒了一遍防疫药物 接着又去农场采摘了几大个菠萝蜜 做完这一切 她才感到及时卖起了菠萝蜜 大山里的早晨是非常舒适的 麦红早早就起来开始喂养鸭子 但今天的心情既沉重又郁闷 因为昨晚看鸡还是好鸡 早上起来鸡就没了 麦红仔细检查鸡舍 现在已经死掉了三只 于是麦红简单找了块地方挖个坑 本来打算长大一些再拿去及时变卖 计划赶不上变化 希望接下来可别出什么差点 买完鸡以后 尽管家养就那么几只 但麦红还是决定买药来搅拌大路 然后再将米尔在鸡舍的石槽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区 来到这里生活一年左右 这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好在鸭子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鱼塘的水质还是非常安全的 有源源不断的山泉水供应 不过猪圈这边的鸡要比后院的幸运 制作美食会优先从这里获取 做完这些 麦红开始给猪准备他们爱吃的红薯业配木薯 长大以后再卖个好价钱 也能提高一下目前的生活品质 为养好家禽和家畜 麦红打算在院子喷洒买来的防疫药物 首先就是后院的鸡舍周围 趁着美好的天气 麦红把周围都喷洒一遍 接着就是猪圈的这一片区域也要处理 处理完这些棘手的事情 麦红又急匆匆的出门 今天他要来别人家的农场采摘一些波罗蜜 这里的波罗蜜非常安逸 而且价格很合适 自己亲手采摘 然后付出了人工成本 在这里 麦红充当了采购员的角色 不过采摘起来还是有些艰难 毕竟一二十斤的波罗蜜对他来说还挺重 别看麦红个子小 这样的力气可不小 同样的个子搬手镜还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目前麦红一共采摘了六个波罗蜜 烈日炎炎的天气 他打算先给自己来一个 其他五个大的留到集市上变卖 休息几分钟后 麦红将波罗蜜装进花罗里 尽管蚂蚁爬来爬去 他三两下就装好了剩下的波罗蜜 来到集市 摊位还是摆在了时常来的位置 而这样一个二十二斤的波罗蜜能卖多少呢 只见顾客拿了一张五万越南盾递过去 换算下来也就十五块钱左右 不过除了卖一些水果蔬菜 旁边还有卖狗的 如果分享生活能让自己过得更好 这何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 女人迎来了一次玉米大丰收 随后她将玉米挂起来晾干 接着她又去农场采摘一花罗的甜瓜 做完这一切 她才上街摆摊卖起了甜瓜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今天是收玉米的季节 这块地就在卖红院子的旁边 所以收玉米还是非常方便的 这段时间时常会下雨 玉米干了不收 经常下雨就得发芽了 该掰玉米还得掰 辛辛苦苦种的玉米 粮食就是自己的命 好在从这里下去直接到院子 收完玉米 清空地还能再种上一些农作物 这些玉米 卖红以后会用来喂养家禽和家畜 她给养殖带来足够的食物 也没办法 靠山吃山 只能靠这个收成来养家了 不过卖红家这块地还挺大 对于今年的收成 她还是非常满意 为了储存方便 卖红打算将几个玉米捆到一起 这样后面挂起来会非常合适 经过一段时间的捆绑 一堆堆的玉米已经处理完毕 要想挂起来 还得先在柱子上固定竹竿来作为支撑 于是卖红用竹内粗略地固定起每个节点 这样一来 就可以挂两排的玉米 固定好以后 它简单试了是竹竿的稳固形 确定没问题后再将一捆捆玉米挂上去 家里喂养有家禽和家畜 需要的时候直接拿下来进行脱离 简直不要太方便 而且挂起来也通风 关键还不占位置 所以这种晾晒方式还是很常见的 小时候冬天冷 还会直接用玉米新来当柴火烧 然后再烤一些土豆 简直不要太安逸 至于挑选后留下的这一小堆玉米 卖红直接放在波及里来晒干 而地上的也不要浪费 扫在一堆还可以用来喂鸡 做完这些以后 卖红又得去跑农场了 这次要去的农场比较远 为了节约车费 他直接不打摩托车了 来到农场 这里种植了许多瓜果 卖红打算采摘一些甜瓜上及时变卖 光正差价的话 其实还是蛮辛苦的 这种甜瓜你吃过吗 口感如何呢 采摘好一花螺甜瓜 卖红还得赶往集市 来到集市 这样将近三斤六两的甜瓜能卖多少呢 顾客递了一张五万越南炖给卖红 找零折算下来也就是13块钱左右 大致估算一下 卖红全部卖完 大概能挣140到150块钱左右 大家都在收玉米的时候 这个女人跑到地里捡起了南瓜 随后她又采摘一花螺的姜豆 新鲜的姜豆拿到集市变卖以补给家用 这段时间 每家每户都在收玉米 已经收完玉米的卖红来地里寻找南瓜 按捺不住的九鹰白骨爪已经时刻准备着 扒开瓜糖 她很快找到了四的南瓜 这些南瓜可以采摘回去喂猪 自己想吃的话 打掉外皮不仅可以用来制作美食 也能直接用水煮来吃 刚才不容易找到 扒开叶子简直不要太安逸 三两下的功夫她就收集到了七个 于是麦红又四处搜寻一番 很快她又成功找到了两个 收集完毕 把它们全部装进花螺里 装不下的干脆直接提着回家 好在土地离家并不是太远 这种地形发展农业收获是挺辛苦的 此刻已经到了动物的用餐时间 要做的第一件事 自然是给老猪们制作一些食物 有了南瓜作为主菜 今天的猪食可以不用木薯和红薯叶 剁好以后 再将它们全部倒入大锅中煮熟 每天的生活重重复 没有过多的社交 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采摘和养殖上 有家禽和家畜的陪伴 也让麦红的生活多了一份乐趣 每天忙碌起来才能让自己更安心 养殖不仅给自己提供生活上的保障 也能让自己看到未来的希望 这也许就是促使麦红每天起早的主要原因吧 做完这些以后 麦红也开始出门跑农场 这里种植了许多姜豆 供求关系决定着商品的价格 而价格决定了麦红的选择 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差价 这一次他打算采摘姜豆来做笔小生意 大面积的种植非常的费心费力 但只要和农场主一起合作 线下正差价为辅 线上通过运营来进行流量变现为主 麦红目前就处于这样的生活方式 不过这种模式需要的个人能力不言而喻 说完以后 各位看官就知道为何麦红总是上街做买卖了 做这些的目的 都是为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农村生活 毕竟富时农村是净土 穷时农村净是土 采摘好姜豆 麦红又继续上集市摆摊 这样两斤一两的姜豆能卖多少呢 只见顾客给麦红递了合计一万二的越南顿 折算下来也就三块六左右 对于麦红来说 这种物价他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这是大山生活最安逸的女人 她用猪腿和南瓜制作了一道美食 随后又采摘了许多南瓜 做完这些他继续上集市卖南瓜 早晨的大山空气清新 麦红一早起来就开始准备喂养家畜和家庭 经常干活 手上有着明显的痕迹 而上次收获的玉米非常饱满 鸡舍这边已经孵化出一批小鸡 既然小鸡已经孵化完毕 那么接下来得给它们换个位置来方便喂养 鸡龙麦红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他轻轻地将小鸡捧到鸡龙里 随后 麦红撒了一些米在里面 外加一些玉米粒搭配起来进行喂养 尽管上次已经打药 但目前的状况并没有好准 一下子它又损失了三只鸡 麦红把它们一一放进笼子里 虽然有点舍不得 但这样的状态已经很难逆转 好在猪圈这边还一番风顺 小猪们也一起过来享用玉米粒 随后 麦红打算出去继续跑市场 为了那点碎银 时常跑农场已经是家常便饭 到达以后 他开始采摘南瓜 这些南瓜大部分会拿到吉时便卖 少部分则留下来制作美食 一个个南瓜挂满架子 一会儿的功夫花螺已经装不下 好在提前准备了袋子 把它们装进去就能出发赶往吉时 远远望去 乳白色的云雾已经笼罩着整个山城 站在高山之上 吉时的地方已经被云雾遮挡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周围的人也陆陆续续摆摊 而刚采摘的南瓜非常受顾客青睐 几分钟的时间 他就卖掉了三个 卖完南瓜 卖红在旁边的摊位买下了猪腿 这下他要赶回去做一顿美食 犒劳自己了 回到家以后 还得升个火来烧猪腿 不过在烧猪腿之前 他先给自己煮上一小锅米饭 这样的话 制作好美食 饭也就OK了 烧好以后 用刀将烧焦后的产物刮掉 紧接着 需要准备一些南瓜 至于这些南瓜子就不要了 将它掏掉 而后 将南瓜切成块 现在食材已经准备好了 于是麦红直接起锅开炒 炖好以后 看着这汤的色泽就非常安逸 当然了 在开吃之前 麦红还给狗狗盛了一大碗 选择比努力重要 狗狗都过上了美好的田园生活 这种果子 至少有90%的人没吃过吧 麦红今天采摘了一大花螺 不过在采摘木乃果之前 他还得先清理一下院子的杂草 在雨水的清洗下 竹板也被泥土撑开 一个人住 院子里已经长满了杂草 不清理的话 时间长了容易藏着蚊虫蛇蚁 不过清理的时候 麦红也非常小心 这是之前种植的生姜 随便埋下的几个 没想到现在的掌势还可以 每次制作美食都离不开它们 蜻蜓也悄悄躲在叶子后面休息 早上清理好以后 剩下的时间用来跑市场做买卖 清理完竹屋的四周 麦红开始清理入口区域 两边的植物掌势非常好 这些花卉点缀着院子 谁能想到 麦红已经来这里生活一年了 竹质大门也失去了 曾经对比鲜明的色彩 清理好以后 他把杂草倒在猪圈的后面 一不小心还差点 把自己也一并倒下去 院子清理后 整体看起来舒适太多了 大山里的山泉水非常清凉 洗漱用起来十分安逸 你也是从小就饮用山泉水长大的吗 没有被污染的情况下 还是很安全的 特别是挖矿影响最大 做完这些 麦红又急匆匆出门采摘水果 深山老林野果多 在大山采摘它还能卖个好价钱 一段时间后 麦红找到了一株木乃果 一眼望上去 果子像急了一串串龙眼 这种水果你吃过吗 听说酸酸甜甜的吃起来还可以 不过面对这样的高度 麦红随即寻找了一个容易攀爬的点位往上爬 昨晚下了点雨 爬起来还是非常危险的 赤脚踩的话能确定哪些地方比较安全 刚爬上去 麦红便开始吃起了酸酸甜甜的木乃果 直接包开皮就可以吃 非常安逸 至于采摘的话 一串一串的手感非常不错 不过背着花螺也不方便 挂在下面直接扔下去就很OK 吃是吃不了多少 但非常享受这种采摘过程 十分丝滑 长得像一串串葡萄 你吃过或者见过这种水果吗 硕果雷雷 麦红挑着来采摘 从一开始的细心认真 到现在的随意扔 果子多就是可以这么肆意妄为 毕竟这东西是野生的 并不需要采购肥 采摘完以后 刚才爬树使得皮肤有点痒痒 这时候用山泉水冲一下最好不过 但是木乃果不以防太久 趁着新鲜麦红赶紧上及时摆摊 希望他今天能卖得好价钱吧 听长辈说这个对流鼻血很有用 这种叫红葱头的草药你见过吗 麦红前几天路过此地发现了好宝贝 于是他带着家伙来打算把这几窝全部挖去卖 这可不是一般的葱头 光看叶子就能看出差别来 有些地方称它为小红蒜 也有说是百步还阳 而它的中文名叫小红蒜根 也有人说还能织鼻炎 有懂得老铁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学习 不管怎么样 可能大部分人并没见过这种植物 就算见过 也许只是种来当观赏植物 如果你有那真的捡到宝吗 因为想买到新鲜的还挺贵的 但是要认清楚别买错了 一会儿的功夫 麦红就挖了一小堆腿在眼前 这东西拿去即时卖也再好不过了 但周围的宝贝似乎并不止这些 清理杂草后 它又发现了几窝浆黄 砍掉一部分叶子 它直接双手将其拔出来 尽管土里还有一些 但这完全是不能浪费的 最好把它们全部挖出来 经过几番周折 麦红又收获了一大坨 不要慌 边去掉泥土边将它们放到一起 不过旁边的虫子大的让人着迷 被啃食的叶子让人感觉这里虫子很疯狂 但麦红哪管得了那么多 只要会实力 一分钟不到立马就收获一大坨浆黄 至于土里的 那就看个人的细心程度了 没有浆黄的金干也不要浪费 继续将它们种植起来 目前来看 现在的收获非常的安逸 不过浆黄还得精心处理一番 紧接着就是将红葱头的一部分叶子给剪掉 尽管弄得满头大汗 但这种剪刀宝贝的心情是无法表达的 然而它的右边可以清晰地看到 秤柏放在地上 可想而知这个事情并不简单 麦红随即找了条小溪开始清洗红葱头和浆黄 看来它打算清洗后直接上集市做买卖 收获不易 不能浪费一丝丝浆黄和红葱头 清洗好以后 将它们有序地装起来存放 做完这些以后 麦红又开始到集市摆摊 开始卖的时候生意并不乐观 但和顾客的聊天却非常的合心意 这么合心意那就给顾客便宜点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顾客也慢慢多起来 红葱头煲汤非常滋补 它是一种药石铜源的中草药 如果你知道它的作用 你就不会只中来观赏了 农场迎来了第一批小狗的诞生 两只像妈妈三只像爸爸 不过在小狗狗吃奶之际 麦红已经开始了今天的采摘生活 不得不说 火龙果开花是真的好看 来到农场 它随即采摘了一个火龙果尝尝鲜 你喜欢吃火龙果吗 红心还是白心的 接着 它开始采摘火龙果 用砍柴刀轻轻切个口 然后用剪刀将坚硬的部位剪断再一掰开 一个火龙果就这样轻松被采摘下来 麦红打算采摘一些火龙果去及时变卖 赚过票子还能买一些猪肉回去款待狗狗 采摘完以后 它迅速来到及时开始摆摊 看着旁边的狗狗 麦红只想赶紧卖完赶回家 但刚采摘又新鲜的火龙果价格是多少 将近六斤六两的火龙果 只见小朋友给它递了一张五万月南吨 折算下来也就是十五块钱左右 卖完火龙果 麦红迅速地赶回农场 看着狗窝已经越来越脏 麦红打算先将小狗全部都给抱出来 以便重新给它们换上清爽干净的毯子 不过看着这堆可爱的小宝贝 犯罪凶手难道是小黑 狗狗搬出来以后 麦红重新铺上一块温暖的毛毯 接着再把小狗一一放进去 一起来这里生活 狗狗已经当上了妈妈 看看人家都生几个仔了 可是你连男朋友都没见着 不过好在还能相互陪伴 做完这些 他开始生火做饭 而这次买来的猪肉并不是给自己准备的 你有多久没吃到小时候的味道了 那时候的一碗猪油拌饭就让人回味无穷 除了这些 他还准备了一些姜黄 准备好食材 第一道工序就是先小炒一下 接着再往锅里加入适量的水 自己制作月子营养餐 既好吃又营养 最主要是烫嘴 还有VIP农场主帮忙吹一吹 这种极度舒适的生活 也就只有超级VIP狗才能享受得到 做完这些 他开始准备一些玉米粒来喂养家畜和家庭 不过还没等到麦红走到猪圈门口 鱼已经阻止了这次的喂养计划 下雨适合躺在温暖的被窝里休息 一个人享受着大山里的宁静 院子也不像往常一样积水 雨停后 麦红用之前准备好的玉米粒喂养家畜和家庭 本来今天打算出去采摘水果 可是下雨了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雨 麦红一早醒来就开始生火做饭 上次收获的玉米用来喂猪 不过在此之前要先磨点玉米 这石墨现在很少用了 不过磨的玉米很好吃 家庭劳不懂用具 这是麦红自家的石墨 有些石墨用了好几代人了 随着推磨的时间拉长 雨也越来越大 上次孵化的小鸡已经放出来适应环境 磨好玉米 还得简单清理一下 本来想去挖些木薯的 想着想着还是用玉米算了 小一脚 一会儿再剁些红薯叶 老猪们肯定会非常喜欢吃 好在收集红薯叶非常方便 不过叶子周围发现一只天牛 这东西看起来都让眼泪从嘴角流下来 你吃过吗 它的穿透能力非常强 生活些许有点无聊 麦红盯着天牛看了几分钟 煮好玉米 做一些红薯叶来搭配也再好 这次直接往大锅里加入红薯叶 然后再给它搅拌一下 这样的话 老猪吃起来简直非常的哇塞 食不相瞒 老猪大老远已经闻到位了 到进去大家也开始疯强美味的猪食 鸡哥鸡姐这边也在等待喂养玉米 不得不说 这样尺寸的鸡爪以后 炉起来非常好吃 这么多鸡 抓几只来炖简直不要太安逸 上次不注意死了几只鸡 孵化的小鸡填补了这个空隙 优质的鸡肉需要付出许多努力 除了这些 麦红接着炒了一些肉 随后它在碗里加入一些茄子 这段时间狗妈妈带孩子很辛苦 趁着狗妈妈在享用食物 麦红查看了一下小狗狗的情况 他们都还没睁开眼睛 不过跳蚤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就是一下子又钻进黑毛里无影无踪 照料好农场 麦红还得出去采摘一些长得奇特的瓜果 佛首挂满之头 与停后的街上已经适合摆摊 佛首是多福多寿的象征 它不仅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还有要用价值 自然拿去街上也能卖个好价钱 优优独播剧场上